主料,五花肉400克,豆瓣酱350克,辅料,油,蒜头,冰糖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豆瓣酱,五花肉切丁,蒜头切细,锅里浇油,小火熬化冰糖,接着把五花肉和蒜头放进去翻炒上海,这里要用中火炒,不能把肉炒焦, 接着倒入豆瓣酱和少许清水,煮开即可,最后的成品,烹饪技巧,一,这个炸酱会有很多油,炙烂后可以单独把油过些起来,炒菜是很香的,而这个炸酱,主要就是炸五花肉那部,一定不能像平时炸肉那样,把油都挤出,要保留油分在里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